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旅美影视制作人洪哲恒 欢迎你 您好 欢迎欢迎 听说最近是有很多这个华plus的短片在制作 对吧 是的 但是其实呢 你自己的背景和影视的关系就是并不大 没有 之前一直学这个建筑的 是的 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的建筑 没错 对 其实我有两个硕士学位 一个是在克伦比亚大学读的建筑设计 另外一个是摄影的硕士是在School of Visual Art 史学艺术学院 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学建筑设计第一非常好 第二呢 他也是一个比我们说一个需要这个训练时间比较长的一个专业 没错 你从本科一直读到研究生 研究生都毕业了 按理说是应该发挥这个设计才能的时候 是吧 对 是这样 就是这很有意思 就是我在国内是在东南大学的建筑设计学院 也是国内非常好的一所建筑学院 出了国在各大念建筑的时候 发现很多想法有转变 比如说 比如说发现建筑学其实是一个更广的一个概念 它并不只是说我们去设计房子 一座建筑怎么把它盖出来 它当然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 但是它最主要的是训练你的一个完整的逻辑思维的方式 如何去把一个问题由大拆分成小问题 一个一个去解决 如何去安排 然后我发现它可以其实赋予你的东西 远远比盖一个房子要多得多 就是我们可以去介入的行业 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 对 那是怎么发现自己在影视方面的兴趣呢 因为虽然说都有是艺术创作的理念在里面 对 不过建筑设计和影视差别还是挺大的 的确是这样 其实我和影像方面的东西结缘 应该是源于我本科大一大二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台相机 然后就天天拿出去拍 然后当时也有一点虚荣心嘛 同学都说你拍得不错不错 然后就渐渐就是拍得越来越多 那个时候都是拍图片 对 那个时候还是静态图片 拍什么样的图片主要是和建筑有关的 没错 主要是建筑类的 然后像风景 城市风貌 人文什么的 然后渐渐的像我在建筑学本科是五年 然后我在大五的时候和几个喜欢适应的小伙伴 我们就做了一个studio在国内 那么我们去接了一些商业的项目 但那个时候还是静态为主的 那时候就已经拍了一些像五星级的宾馆 然后有像一些汽车 然后有像东航的第一台 波音777也是我们在拍摄 对 有这样一些算是经验吧 积累吧 然后才有了这样一个念想 所以后来来了纽约之后 也在考量说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继续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对 后来决定要真的去读一个 这个影视方面的硕士研究生 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呢 为什么不说直接在这个建筑行业发展发展 对 您说的这个很对 是因为我发现在美国的话 美国的这个影像类行业 是它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个历史 然后他们的思想在一些方面呢 会更新潮一些 更开放一些 那么之前呢 主要是以一个业余的方式 去看待影像类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后来随着学的东西 看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发现对它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 那么发现既然有兴趣在这儿 然后也想要去更有逻辑 更有系统地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说我就还是专门去学一下这个东西比较好 学习了之后发现的确是有很大的不同 包括我现在看待影像的方式什么都不一样 对 你说到这个看待影像的方式不一样 我就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节课是电影课 然后呢老师就会跟你讲 拿些经典的影片 然后跟你讲什么样的角度 能够体现什么样的人性格 这个光影怎么打 然后从那之后你看电影你总觉得 你没有看剧情你知道吗 有人说得很对很对 像我们现在同事好像也是有这个行业病啊 就是我们走在街上啊 晚上出去吃饭什么的 你看这个景不错啊 这个镜头不错啊 就手机先照一下留下来 以后拍摄的时候可以用上 经常是这样 没错 就生活当中都是在寻找这个 好的这个景象构图 没错没错 经常是这样 那现在已经这个创业两年多了 进入这个影视行业 你的心得体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还挺五味杂陈的吧 就是主要分两方面了 一方面是商业方面 一方面是艺术方面 商业方面来讲的话呢 主要是意识到自己创业艰辛啊 特别是在海外 那么其实有各种东西 就比如说之前包括在学校 那主要是一个向往艺术家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艺术家的思维方式 发现和做商业的思维方式 很多时候它是有冲突的 那么既然自己做了这个创业 那必须自己去平衡这样一种冲突 然后去解决它 所以在中间也吃了不少苦 但是也不少心得 那么艺术方面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特别是在学了这个东西之后 才意识到纽约是一个大熔炉 而且是一个宝库吧 这么说 那么像我经常就会去向切尔西的画廊 然后像去MAT MoMA这些地方去逛 然后去看这些最新的艺术展 摄影展 画展什么 你会发现全世界这些最新鲜的 这些艺术作品都会在纽约能找得到 那么通过看这些东西 我们的眼光 我们就是看法 各种东西都逐渐产生了感变 我觉得再回头看到我可能 两年前三年前拍摄了东西以后 就发现很多东西真的已经不一样了 就觉得那个时候好像有点稚嫩是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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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 因为人可能每过几年回头看 都会觉得自己曾经很稚嫩 因为我们都是在不停地成长 不停地进步当中 没错 那现在你的这个影视公司 主要都是承接 除了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华家 他们的一些这个人物传记类的 比如说这个美票片 留学片之类的 这样人物传记的短片之外 还有哪些视频呢 其实我们现在呢 当然有您之前说的这个人物纪录片系列 微型纪录片系列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系列 包括我们现在大量的在做商业的广告片 宣传片 那么有包括做过像雪佛兰呢 像这个CCTV的纪录片也拍过 然后还有大量的这个时尚类的项目 因为纽约的 纽约时装周够忙的是吧 没错 没错 时装周简直忙的不行 对 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这个社会 好像每个行业或者是每个工种 对于这种视频创作的需求越来越大 您说的没错 我最近也是看到这样一种方向 那么像现在我们创业都讲风口 因为也有很多的报道 包括是这个国内的现象 发现现在短视频也是一个风口 因为从一开始是最早的是文字 然后文字后来到图像 那么图像到视频 因为发现它在朝着一条 让人更易于接受 更容易去沉浸在其中的一种方式 它在进行这样一个演变 那么甚至也有包括像VR AR 这些增强现实 虚拟现实这样一些工具 那么它们的出现 都会对影像本身的媒介 产生很大的改变 没错 那作为你来说 是不是也是商业契机 没错 对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在 进行各方面的探索 那么我们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 如何能把有趣的 有用的信息 以一种视频的方式 呈现在大家面前 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 那么如果能在其中 有所建树的话 那么不管是商业上 还是艺术上 都会有不错的一个发展 这个影视公司 你刚刚说 就主要以商业目的为主了 因为要创业 讲究的就是如何先生存下来 对不对 但我听说你也有在做其他的艺术平台 没错 是这样 是我和我的各大的同学 那么我们在New Museum的Incubator New Museum和GSAP 这是各大的建筑学院的 合办的一个孵化器 我们有一个小项目 就支持你青年创业者 最深创业者 没错 没错 华人里面非常少 但是我们也还挺不错 在里面做了一年多的时间 那么这个平台呢 的确就像您讲的 它和我的商业公司是分开 那么这个平台呢 主要旨在于就是宣传 这样一些年轻的 新鲜的一些艺术家 然后来展现他们的作品 华裔吗 还是说 有一部分华裔 当然也有一些 全球的艺术家 都会有 对 对 那这个创意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叫 Perset Arts Initiative 那么我的合伙人叫叶子 他也是各大建筑学院毕业的 那么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经常一起探讨 艺术方面的话题 然后我们也渐渐发现 就像之前讲的 就是从建筑设计到摄影的 这样一个跨界 发现其实特别是美国的 这个研究生教育 他们其实更多的是 训练里的一种思维方式 而并不局限于一种特定的 专项 专项 对 所以它事实上给了我们 很大的空间 你包括像建筑设计的博士神 他们很多学的东西 就是艺术史 所以我们和很多学艺术 做这个4R创作 包括画家 包括curator 包括photographer 包括他们所有人 我发现我们是在 同样一个语境里面 我们可以很好的交流 那么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一些 年轻艺术家推广里面 经常会发现 他们通常都是有这种 两到三个不同的背景 有的是建筑师 slash艺术家 有的是画家 有的是什么 就是他会发现它很多元 对 因为现在的媒介 也变得非常包容 非常的多元化 对 好 我们把更多话题 留到下面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洪哲恒 你刚刚有跟我们介绍 你的这个艺术推广平台 也提到呢 虽然是推举全世界的 这个青年艺术家 包括里面也有一部分 是这个华裔艺术家 没错 那我想问 你们在推选艺术家的时候 你们的考核标准是什么 选择了哪些华裔艺术家 为什么要选择他们 这个问题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以其中的 一个艺术家为例 比如说他叫郑明璐 我们都叫他璐璐 那么我们挑选艺术家的标准 一方面是他具有一种 跨学科的这样一个背景 为什么一定要跨学科呢 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们作为这个建筑设计的 这样一个背景 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试图去证明 或者试图向这个 愿意来参展 来观展的这些观众们 去证明一个东西 就是艺术之间的边界 其实没有那么明确 那其实不同的出发点 都可以达到艺术的 这样一个目标 像郑明璐呢 它很有意思 它也是有建筑设计的背景 那么事实上 它画的画呢 你会发现就非常的建筑化 但是它又非常的幽默 那么它有一些 像小动物啊什么的 像十二生肖 它是中国文化里面的十二生肖 但它的十二生肖 内部啊 就是它的 内部有点像是 Poto市一样 你能看见它内部的 这些骨骼的脉络 都是一些像楼梯啊 都是这样的一些建筑的组成 那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么它把一些僵硬的东西 和柔软的东西 都能组合到一块 然后很好的表现出来 对 所以我们觉得 它的表达的方式非常的 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我们都能去感受到 它的想表达的 这样一个东西 对 就是它有这个 全人类都能接受的 这种艺术观念和艺术语言 没错 并且它有创新的精神 而且它一定要是跨界的 没错 不能是这个 不能是一直以来学艺术的 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 好像可以这么说 没错 没错 那你自己觉得 这个跨界 它意味着什么 它的优势是什么 特点优势是什么 有意思 对 因为我觉得跨界 其实我这么说 其实我一直觉得跨界这个词 虽然我们一直拿来用 但它其实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我们如果说跨界 那我们就要说界是什么 那我们要去界定界是什么 那么在我的观点看来 我其实觉得知识就是知识 它有一个最初的起点 那么是我们 就比如说PhD 我们说Philosophy Doctor 那么在最初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没有那么多细分的 那么是随着我们的 生产生活的需要 我们逐渐把知识分流 把它变成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专业 但事实上对于我们 一些求学问的人来说 那么归根结底 我们追求的是知识 是自己感受的表达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是学了 某一个特定的专业 所以说我觉得 如果具有跨界 这样的一种精神 其实它更多的是 有一种回溯到知识本源 就我不在乎 我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表现 但是我更在乎 我所想表现的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非常赞赏 这些艺术家 他们有这样一种观念 有这样一种表达的一点在此 这个可能跟你在美国 接受过教育有关系 因为其实美国的教育 它可以说它是一种通才教育 没错 它并没有说它一定要培养 可能它有专项 技能方面的一些培训 没错 但它更多的是培养的 你的一种意识 认知思辨能力 没错 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 而是就是说 不管你去做任何工作 你肯定有这个学习方法 你有你的思维能力 并且你能把它做好 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影视 我就想 我在学production的时候 其实真的从灯光到录音 什么东西你都要学 但是在中国 你如果去念中国传媒大学 你会知道录音它是一个专业 没错 编辑它是一个专业 是的 记者又是一个专业 主持还是一个专业 这在美国人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有人专门去学说话 怎么有人专门去学一项 这么简单的技术可以说 其实您说的这个特别好的一点 正好是我很想说的一点 因为我们是在海外做production 那么经常有和国内的一些导演 制片人去沟通 那么经常也有遇到 美国的团队和中国的团队 一起工作的时候 就特别像您讲的 就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其实没有说哪个更好 它每个都有自己好的地方 比如说说话需不需要训练 需不需要专门训练 对吧 那我会觉得它其实是需要的 它当然是需要 因为中国 它能够让你口齿更清楚 没错 没错 而且它会让你如何有逻辑地 去阐述一个问题 如何口齿清楚 这是非常专业性的一种要求 那么美国也有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 比如说我们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说美国的电影学院 对吧 你像Tish Nive 你像他们 事实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 它是的确是不分的 那么你如果要学cinematography 你同时要去学导演 你同时要去什么 只有在特定的一段时间 会说你有一个特定主攻方向 那么它会分出去 也有很大的好处 因为你会发现 它是个多面手 当你了解了不同方向的东西 没错 之后 你对于电影的整个了解 也会不一样 那么你会发现 你之后出去以后 你不是只能做这个东西 那么我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去摄像 那么即使我不一定亲自去摄像 但是我会用它的方式 在它的角度去思考 那么我作为一个导演 我就会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什么东西会让它变得更好 对 它给了你一种丰富的视角 去看待一个问题 也更容易让整个团队 团结协作 没错 因为大家都非常了解 没错 需要带什么 是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说到这个文化 因为你们做这个艺术推广平台 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青年的 这种艺术人才能够有机会 或者说能够有平台 去展示他们的艺术作品 和世界对话 那我们都知道 在现在当今世界的这种艺术语境下 西方的艺术总是要强过东方的 那在这一方面 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作为这个在美国的华裔创业者 您问的这问题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艺术不存在强于这样一种说法 当然了 就是其实在 我们说换一个词我们叫power 没错 如果你这么理解的话 对不对 就是西方的它是更有力 是的 我觉得它的背后 其实还是一个话语权之争 那么谁能占领话语权 特别在现代这样一个时代 谁能占领话语权 那么谁就拥有这样一种力量 这样一种力量是摧毁性的 压倒似的 那么我们觉得 中国文化很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它太渊源流长了 它非常的广博 我们很难用几个简单的符号 就把它概括出来 那么有人这么去尝试 但你会发现 它得不到大部分的中国人的支持 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 它是把中国的文化压扁了 扁平化了去把它输出 那么实际上得不偿失 把我们一些优秀的文化 把它简化了以后 拆散了去告诉大家 那么事实上 中国文化对于美国文 这个中国的艺术 对于美国的艺术影响非常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西方的 包括极简主义 包括美国最有名的 这个Jason Pollock 在MOMA里面挂的那个大画 你会发现 你看他们一些早期的传记 你会发现 事实上它最早想起来 破墨还是受到了 中国的艺术家的启发 就特别是破墨的 这样一种形象 甚至你包括比加索什么的 我不会强行去说 他们之间有一个传承的关系 这个不至于 但是它艺术永远是兼容并包 它是相互吸收 相互滋养 才能产生现在一种当代艺术 对 所以 西方的艺术其实里面有很多灵感 也是来自于东方艺术 没错 没错 你甚至包括说 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这样一个印象派 对吧 印象派 那么印象派的起源 其实它很大一部分来自于 这个日本的服饰会 那服饰会 事实上也不是日本的 当时的所谓的贵族文化 它更多是市井之间的文化 那么它随着这个商贸交流 来到了西方 西方之后 哎呀 奉为神作 之后你包括这个服饰会的形象 它的绘画的方式 大量地出现在印象派中 那么变成了现在西方的印象派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追本溯源 再回头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发现东方的影子 其实一直是在西方艺术史里面存在的 对 那所以现在呢 你怎么看 我们如何要重拾这种 东方文化的这种力量 这很有意思 因为就像之前讲的 那么我们说 它首先是一个话语权之争 那么因为现在西方呢 包括经济上一些方面 导致它在话语权上战先 那么我们也很难说 重新去建立一个 东方中心的话语 去和它去抗衡 那么我觉得出于交流的目的 那么我们可以很好的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很好的去了解两边的文化 那么两边的艺术 那么我们可以作为这样一个中介 这样一个媒介 然后呢 把一个东方的东西 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 然后同时梳理清楚 梳理好了以后 用一种西方可以接受的方式 那么再传播到西方来 那么这件事情任中而道远呢 我甚至来说不觉得是我们一两代人 可以做得下来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们呢 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 在这样一个文化传播的 这样一个大河中做一滴水 承担自己的一份力量 就像你拍的这个 华家的纪录片一样 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题材 都是这个青年艺术家 都是这个刘美的这种 学艺术的 或者已经在从事这个艺术专业的 专业人才 那对于他们的这种记录啊 包括是一些推广啊 其实也有助于他们在美国的发展 没错啊 没错 是的 那作为创业者来说 你觉得七年一代的华裔 在美国创业 我们说因为老一代的 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两个社会的差异啊 包括这个现代化程度啊 但是现在这个对于中美之间 已经不是问题了 没错 那你觉得对于青年人来说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还会有大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吗 我其实觉得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因为 是哪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是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我还是要提出老生常谈吧 还是觉得是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 那么可能会有人觉得说 哎呀 中美的交流现在这么频繁 那包括也有人说啊 世界是平的 那么我们现在通信啊 微信啊 网络啊 已经这么发达了 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文化冲突 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是扎根于你的血脉之中的 那么东方的文化奖就含蓄 西方的文化奖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